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吴事第一集 和大家看看半日的十大会儿股份吧 半日成交金额最多的股份是腾讯控股 股价升1.2% 升3.4 中午收报在271元 跌到20天线 附近看到股价有支持 所以後來也看到回升 領著大市 第二位見到是盈富基金 半日沒升跌中 收報在$26 恆新H股ETF半日偏遠 要跌$4,106.5 至於恆大 今天股價正在升半成 半日收報在$14.64 升了$6.66 評寶方面就做好 升$3,50.25 工商銀行靠穩升4,先報$5.25 建行靠穩升3,先報$6.47 至於恆大汽車沒有升跌 半日股價報在$12.9 敏實集團 股價靠穩升$1.5 中午報在$31.85 中國銀行半日股價靠穩升2,先報在$3.92 等待十大升幅榜 東亞集團自從2016年4月1日開始停牌 今早伏牌裂口高開75.2% 最多升1.24倍 半日升幅92 是表現最好的港股 成交金額達到$3.25億 集團公布截至去年年底為止 股東英佔盈利是$5.881人民幣 每股盈利是$2.8人民幣 每股是派末期息$1.1港元 看看東亞集團股價半日收報在$2.63 至於利福地產 全球要約完成 一致行動人士 合共持有已發行股本大概$81.73% 集團公布高層變動 當中劉聯雄已辭任董事會主席和非執行董事 而林榮斌已獲委任董事會主席 股價最多升18.8% 是創了上市新高 半日升了$1.5 升$7.9千 報在$5.99 新衛國際 半日股價升幅$1.3 升$1.4 中五州報$1.8 衛生工程 半日股價升$1.2 升$1.1 中五報$1.1 新思路民旅 半日股價升$1.2 升$9.4 升$9.4 維泰移動 升埃近$1.2 升$7.6 中國創新投資 升了$1.1 報在$3.2 華爾騰訊娛樂 升$9.3 升$3.6 長城環亞控股 升超過$7.7 升$1.4 報在$2.02 至於補法集團 半日股價升超過$7.7 升$2.3 報在$3.4 普通深城繼續捱估感 跌了$2.3 跌了$1.4 中五州報$4.5 大深控股 跌幅2.1 跌6.6 報在$2.4.8 中天國際跌幅超過$1.6 跌2.2 報在$1.1 中國長遠 跌幅1.1 跌3.5 報在$2.9 保衛控股 跌幅1.1 5跌了$2.4 報在$1.9 升憲發展 半日股價跌幅1.5 跌1.5 報在$8.3 華夏健康產業 半日股價跌超過$1.0 跌1.8 中五報在$1.5 野馬國際跌幅1.0 跌2.5 報在$2.3 泳輝國際跌幅超過$9.0 跌2.1 報在$1.9 中國玻璃跌幅超過$8.0 跌7.0 報在$7.2 和大家講講港股本的走勢 港股昨日是回吐 終止了7年升的走勢 進入6月第一個交易日 今天早上看到反覆向上 板塊今早而中枝航空股表現是最突出的 今早恒指高開75點 開市之後曾經到跌46點 25614點是半日的低位 5之後法力掉頭 最多是升過126點 25787點是半日的高位 恒指中五收報在25749點是升88點 升幅0.3 至於國企指數半日收報10579點 跌23點 跌幅0.2 大市今日半日的成交金碼是486億多 看看半日的股空榜表現 半日的股空金碼一共有40億6200萬元 股空榜榜首是騰訊空股 股空金碼7億7600萬 佔股份成交挨近1乘3 平保股空金碼1億8200萬 佔股份成交1乘9 今次嘉賓是請來Arno 跟我們跟上後市的走勢 Arno你好 KC你好 看看昨日恒指連升斷纜 終止了七連升 但今日表現都比較反覆 曾經跌過 之後見到騰訊法力之下 可以帶領大市向上 最多是升過8點 257的水平又見到 我們看看今天的市況 後市是否都可以靠著騰訊 可以漲一步向好一點 今天支撐大市騰訊是其中一隻 但正如一直所說 騰訊固然是這輪升市的領航股 但其實不是單天堡至尊等等 很多藍籌股 現階段都是以追落後為主 這輪市況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因素 因為看好像昨天昨天出的 無論是官方或財新製造業PMI 5月份的製造業表現上 其實仍然是疲弱 內地經濟前景的看法 大家仍然比較審慎 但這輪升市都是以資金主導為主 而在這輪升市當中 特別是昨天 雖然升勢斷纜 但要留意大市成交金額 現階段看到 其實反而是有轉一步改善的情況 其實反映什麼 資金仍然願意繼續流入港股上 始終仍然看回港股追落後的相關因素 今天市場有什麼特別的焦點 除了製造業PMI 可能沒有預期中那麼好之外 另外看到人民幣強勢 始終強勢的人民幣 都預料會有利中港兩地股市 短期後市方面的發展 始終人民幣持續貶值 大家仍然在擔心走資這些相關的問題 現階段就是反過來 強勢的人民幣 大家預料是在反映 資金仍然可能繼續追捧 包括大家現階段來說 是在賭入六月份機股 會納入MSCI這些相關因素 所以未有一天真正的結果 到來之前 短期後市來說 資金可能真的會繼續流入股市 刺激到指數再向上創新高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後市來說 仍然有條件提升 如果從技術走勢上面看回 最重要正如之前所說 恒指能不能繼續連升 這不是太重要 反而是在說 繼續站穩在十天線上 整個形態 反而是在反映非常強 如果算累積升幅看回 恒指年初至今升了16% 甚至指數 升到25800這些位置 一定是有不少程度 有些超賣的情況 但現階段來說 大市亦有大成交配合 所以我覺得以後市來說 再向上突破的機會大 這些位置第一個目標 建議看到26000這些水平 但其實突破26000 都可能不排除 仍然有得繼續升 始終在恒指現階段 25800這些位置 市盈率都是14.4倍PE 我覺得股值有條件再一步上升 去到26500 15倍PE 才開始 可能真的要審慎一點 嗯 好 明白 和大家看看 港股開始之後的表現 暫時恒指是升多了 升114點 25769點 至於國企指數繼續偏遠 跌4點 報10598點 現在做最好的藍籌股 當中就是國泰航空 升幅超過2% 升2.8% 現在報11.68 看看本地地產股方面 都有些資金追捧 大和唱好 市場參與者接受到高住者樓價 地產股可以趁低吸納 身地暫時升幅1.9% 5升2.2% 報117.5% 至於恒基地產 升幅1.6% 升8.5% 5做51.2%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和阿奴再翻身 我剛才說過相關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都沒有持有 多謝你分析 休息一會兒回來 有即市攻略的環節 將會再見 要財MoneyHunter提提你 現貨黃金買入價1267.03美元 現貨黃金買出價1267.31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17.292美元 買出價17.36美元 以上資訊由要財MoneyHunter提供